好朋友 文土德国的赫姆海恩 王真心 是好还是很会吧 嗯 用个跳绳 每天早上 公鸡姑姑要负责叫醒农庄里的动物 小老鼠强强和小猪伯伯都会在一旁帮忙 因为好朋友总是互相帮忙的 然后他们会骑上脚踏车 从农庄出发一起在晨光里兜风 那个上面篮子里面是谁啊 哪个篮子 有只猫是吗 是 无论路多么颠山多么陡 弯道多么曲折 水洼多么深都阻挡不了他们 这个配合还挺好 这都已经弯道都倾斜了 是啊 有一天他们在村里的池塘边 有 捉迷藏 对你找那个公鸡抱抱 哎公鸡什么呢 公鸡在这儿 猪去哪儿了 猪去哪儿了 你小时候就找不着 应该是这个吧 嗯 就是这个石棍子的后边 有一个那个猪椅吧 哦 还有一个 然后小老鼠 小老鼠是那个 小老鼠是那个 找什么 嗯哼 小老鼠强项躲在芦苇丛里 时发现了一艘旧船 他们三个便立下共同的志愿 要成为 海盗 海盗 因为好朋友总是一起做决定的 小老鼠强向掌舵 公鸡姑姑张开翅膀 扬起了帆 小猪伯伯充当软木塞 堵住了船底的破洞 哎 你看啊 他那个 应该刚才那个就是 就那个猪椅子就是他 你看这块这个 这个破洞里边 你看这个猪椅子 嗯 嗯 他们就这样 在宽阔的水面上航行冒险 一天下来 他们觉得自己变得更大胆更勇敢了 他们征服了整个池塘 把这些打咽啊 什么天鹅又撒跑了 可是饥饿还是把他们赶回到岸上 本来他们想钓鱼来吃 是,这只老鼠够厉害 一颗分给小老鼠墙下 一颗分给公鸡姑姑 两颗分给小猪伯伯 就这样一直分下去 小老鼠墙下没什么意见 不过公鸡姑姑觉得不公平 所以它又分到了所有的樱桃盒 因为好朋友总是要公平对待的 其实最简单的道理应该是 每人一个是不是 那么着分 但是呢,他们每个人的饭量不一样 小老鼠那么小,他需要吃的东西不多 对不对 那个小猪他要吃的东西很多 那个公鸡呢 没有那个猪吃的多 但是呢,肯定比小老鼠吃的多 这个时候的公平就是在一些一定的条件下 更合理一些 他们吃了太多樱桃 所以全都闹肚子了 得在回家前 先到草地上 让他解决一下 当西洋西下 影子拖得好长好长的时候 他们骑上脚踏车回家 在鸡舍后面 小老鼠强强强鼻子太灵敏了 他不想睡在猪舍里 最后公鸡姑提议到鸡舍的木杆上睡觉 但是他太沉了是不是 是,他们太沉了 可是木杆断了 他们只好互道晚安 各自回到自己的床上去 有时候好朋友也不能一直在一起 他们说 可是他们在梦里又见面了 因为好朋友总是会出现在彼此的梦中 自在和谐的友谊世界 我还要画一下公鸡 我看着这个风来画 可能要花一点点时间的 这好点 他没被尾了 然后下面是 快点好 嗯哼 再来个小眼子 这只鸡画得有点好笑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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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得让他有了这样的地方 这是一烧烤架是吗 不是 就是随便的一个小架的 上面有 那个可以 那个占东西的地方 等一下 还有个碗呢 你那天你是想吃了 什么自然呀 什么辣椒啊 天 你还真放 随便 随便